7月24日 著名歌唱家余文华向媒体透露 影像节于7月24日上午释放 余文华在片场告诉记者 影像节这个人其实很善良 我们合作这么多年 我们俩亲如姐弟亲如一家 生活中他一直叫我姐姐 我把他当弟弟 他犯了错误 我认为改了就好了 今后我还会与影像节合作一起唱歌 也希望广大歌迷广大媒体原谅影像节 原谅我这个弟弟 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新的人生路 余文华表示 影像节电话目前还关着机 暂时还没有联系上他本人 余文华和影像节应对上欠夫的爱家喻户晓 尽管M位上两人是小哥哥小妹妹一般的情人 但生活中却并不是夫妻 余文华是姐姐 影像节是弟弟 余文华早已结婚生女 而影像节却依旧单身 生活中余文华和影像节一直姐弟相称 两家人在北京经常串门 影像节被判刑期间 娱乐圈不少明星对影像节躲得远远的 只有他的老搭档余文华 以老朋友身份曾去影像节家中 专门看望影像节的母亲 影像节家人为此十分感动 称赞余文华有情有义